佛光照大地 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艺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为了推广艺术教育 鼓励更多的优秀艺术教育者 教育部特别举办了 艺术教育的贡献奖 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届了 总共选出有16位个人 还有28个学校以及团体 颁发奖杯 感谢这些默默在 艺术领域耕耘的艺术教育者 手持鼓棒在木琴上 翘出美妙旋律 这几位来自平正国中的学生 在舞台上展现绝佳的默契 为教育部举办的 艺术教育贡献奖热闹开场 每年教育部都会透过奖项 来感谢长期投入 艺术教育的贡献者 而今年共有28个团体 和16个个人获得这项殊荣 学校里面有看到 飞放都从大学来自到高中 国中国小 都有看到非常多的学校 用心的让艺术教育 可以在学校来扎根 也培养非常多孩子 艺术学习的兴趣 从学校扎根艺术教育 这次获奖的大专院校当中 南华大学秉持三好精神 积极推广艺术教育 透过各式教学课程 艺文展演活动和名人讲座 让艺术在校园扎根 同时也提升师生的艺术涵养 创造更多艺术生命力和文化价值 我们一直是要推动生命教育 把艺术教育 美学 艺术 人文 各方面的课题 融入整个文化 所以在校园里面 我们推动真善美相关的课题 我相信对这个前校师生 不管在文人处事都有一个非常具有一些 现代教育的意义 推动生命教育的同时融入艺术 南华大学透过文学 音乐和教育等方式 将艺术的真善美带入学生生活 打造生根生命和艺术教育的优质大学 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人间卫视陈明廷正人宗台北采访报道